煙花颱風不僅是入境詭異 而且移動速度非常緩慢 新北市政府防台準備 災害應變中心已經進入了二級開設 而位於在新北市登海輕軌 綠三線以及南海線 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也早就已經進入了防台準備 而新北捷運公司表示 除了瞬間風力達到九級正風 就會停止行駛之外 這一次豪大雨所帶來的淹水 更是重點項目 是的 當新北捷運公司 接收到北部有颱風來的時候 我們在颱風來之前 我們就會開始做一些防台的整備 包括我們要確認 我們所有的設備都是正常 尤其是在我們的排水設備 發電機 還有一些排水 pump 還有一些沙包 還有一些 因為颱風所需要整備的這些東西 我們都會去看 包括我們的車站 包括我們的機場 還有車站周遭 會影響到我們輕軌運行的這些設備 我們都會去做一個檢視 工作人員忙著在捷運機場搬運防水閘門 到入口處進行組裝 淡海輕軌綠宇三線以及南海線 以高架 還有平面路段為主 新北捷運公司表示這一次 房台在各站點以及捷運機場行控中心都有增加設置防水閘門 並且準備沙包還有巡檢各項設備都維持正常 那在確認這些設備沒問題以後 我們會在颱風來如果有入侵到北部 那我們會在颱風期間你會持續的去關注我們的一個設備運轉的一個狀況 那當我們偵測到我們的風力 瞬間的風力達到八級陣風的時候 我們列車就會降速到三十公里的速度行駛 如果我們測的平均的風力達六級陣風 或者是瞬間風力達九級陣風的時候 我們就會暫時停止 等到風力較小的時候才會恢復運行 新北捷運公司表示除了軌道積水超過六公分 列車會即將暫停營運外 颱風來襲期間依據系統內的風速儀 或者是中央氣象局資料 瞬間風力達到八級陣風時 列車將會降速到三十公里的行駛速度 若測得平均風力達到六級陣風 或者是瞬間風力達到九級陣風 將會暫停行駛 同時進行巡轨作業 確認系統內各項設備正常後才恢復運轉 以確保行車安全 記者徐端一 電視賽方報導